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如何处理无形的压力 亦有很多事情是自己加给自己的 即是说未必有什么实质的事情 但我们会受它的影响 我们怎样能够轻散 如耶稣所说的犯努担重担的人 去他那里得到安息 并且我们负耶稣的厄 学耶稣的样式 所以我们心里就必得要安息 因为耶稣的厄是容易的 他的担子是轻散的 但很多人总是会有压力的 总是要学习处理的 我希望大家都学习处理 并且我们处理了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将来受训练去帮助别人 所以每一次说到 如果有说到处理生命的人 将来你就使用来帮人 即是你学习了应用了 就在你平日接触的人中 去尝试去帮助他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 《太秀》一章28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借里落 我又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和我的样式 这要你们心里就必得要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最后一行再读 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这要说到耶稣的厄是容易的 是轻散的 那昨天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进扎门 扎门就是难的 但如果你看到经文 你会发现那个经文 不是说是难的 扎门进去的人少 他只是说少 他没有说到是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耶稣同在就不难 没有耶稣同在就很难 因为没有耶稣同在 没有耶稣的力量 你会发现真的不容易的 去处理生命 但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原来耶稣的心 是想我们个个 护耶稣的压是容易的 是轻散的 但是为什么人会那么重呢 因为我们自己 加一些压力给自己 自己背着担子 自己为了很多东西不开心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 无形的压力 这里说到有两种安息 第一个就是凡无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当我者女良 我就少点不得安息 这个就是亲近神 来到神面前 第一种 第二种 由耶稣跟着就说 他说我好柔和谦卑 这句话真是世上 没有人来说得到的 就是我好柔和谦卑的 我们说不出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根本不是 但耶稣是好柔和 好谦卑来服侍我们 好谦卑 你可以想象 现在你看不到耶稣 但是无形的耶稣 在这里跟你说 我好柔和谦卑 好温柔 好谦卑 现在来服侍你们 你的心开放 神就来服侍我们了 那你们就当负我握 就是呢 在这里有个图 就是说 耶稣负我握 好像牛耕田那样 耶稣负我握 我和他一起负我握 你负耶稣握 就是和耶稣一起 做耶稣所吩咐我们做的事 学耶稣的生命 学耶稣的样式 学耶稣的样式 他的生命 他的平安 喜乐 以靠神 让了学的时候 这样你的心里 就必得向安息 你的心就轻散了 这是一条路来的 有很多人曾经离开世界 他们离开世界都说了一个经历 就是说 当他们是信耶稣的人 他们离开世界 就觉得整个人松到不得了 他们真的从来没笑过这么松的 我们将来一天离开世界 都会很松很松 但我们现在是去不了那种松的程度 就是 因为我们在世上 总是会有罪 盛情在里面 总是会有一些压力 但是如果你减到 如果你减到 那些压力剩下1% 已经是很厉害了 你减到 其实整天都很轻松 如果你减到 那些压力是10% 或者更少 根本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确 每人都有些不开心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当我们真是父耶稣 学耶稣的样式 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了 我去骗是容易的 但只是轻散的 所以你去告诉别人 跟耶稣是容易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难呢 因为他说 我本身要做工 我要照顾家人 我还要去教堂 又看圣经又祈祷 还要加多些东西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像更多的责任 但如果他说 在神里面 我就更轻松 更开心 更平安 的时候 他就会说 我虽然有这么多东西做 但我一找耶稣 我就松下了 很多东西做 但因为耶稣就松下了 我做很多东西 我也都在找耶稣 我就一直很轻松 这样的时候就不同了 即是他随时可以得力 就是随时我们可以得力 这一样的学习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那我们就能够分享给别人听 神的恩典 也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人 这么大压力 就是因为 律法主义 就是说 其实律法主义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 就是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做不到 所以你不乖 你不听话 没有人疼你 那这种观念就是不够好 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说 神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不够好 只要你认罪 求耶稣赏脸 神就祝福你了 只要你求耶稣帮你 耶稣就祝福你了 只要你来到神面前 神说我需要你 我帮着你 神就会祝福的 所以走神的路 是容易的 为什么呢 你做得不够好 你就求祝赏脸 你不够力 你就求祝加力给你 那神就会力量给你 所以呢 我们信耶稣不是多了淡子 而是多了力量 多了随时的帮助 那这个观念呢 希望大家明白 但有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就觉得 想耶稣就多了责任 但其实我们想耶稣就随时有力 除了想耶稣 就有平安 就有喜乐 那律法主义呢 就令到人要求自己 要求别人造成耐力 但是恩典呢 是叫人说 我拔着耶稣 耶稣一定帮我 耶稣一定接留我 所以祷耶稣的欢喜是容易的 因为一做都不好 就求主赏脸 然后武力的时候 就求主帮助 然后做到什么的 都好 神就会欢喜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会很轻散了 那希望我们还是有个心态 有个心态就是什么呢 父耶稣一定是容易的 父耶稣一定是容易的 耶稣的善子是轻散的 我们可以个个都很轻松的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但有些事情是难了的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难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重呢 为什么这么重呢 原因在哪呢 我们今天只能说 当然其中一些原因 那有些人呢 就会说什么呢 他们就只是怪人和环境 是人那麼壞,所以我有壓力 是因為環境困難,所以我有壓力 那時候,那些責任去了哪裡? 是人那麼壞,所以我有壓力 是環境不好,所以我有壓力 那責任去了哪裡? 去了人家 那時候,是推卸責任 你是不是推卸責任? 甚麼都是人家錯,不是我們的問題 其實我們每一件事去追回自己 因為很多時候,人說,人衰,所以我不開心 但我們可以,人衰,他衰 他衰,我又衰一份 他衰,我需要衰一份 不需要,我可以輕鬆 其實很多時候,人的壓力,是他自己交給自己 有些人說,不是,我真是那些人很衰 那些人很衰,不是你的 就是我們怎樣不要將那些東西加在身上 好了,這是第一件事 為何引致,人會有壓力 就是擔心別人的眼光 小朋友的時候,有人不喜歡他,笑他 他覺得,人的眼光不好 那來我這兩個表情 就是說,人家少看我 甚麼呢?你蠢啊,你肥啊 沒有人喜歡你,你嫁不去的 這些東西,很多人就會上心 甚麼都背上身 如果上了身,真是很慘 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我的樣子不夠漂亮 醜樣,我肥啊,我哪裏身都要太多 沒有人喜歡我,我不漂亮 這樣的時候,就會擔心別人怎麼想 想到,覺得別人沒有人喜歡自己 這種感覺,沒有人喜歡我 就令自己很辛苦,對吧 其實他不喜歡你,他也不喜歡很多人 他不喜歡很多人,那是不是個個都衰呢? 其實,人人總有不好,不過總有好 而且神呢,是怎樣呢? 是提升好的人 就算我們真的有些人不好 他看小我又怎樣呢? 那是呀,我有些人不好,我又怎樣呢? 整個世界都很多人不好 有誰好的呢? 根本我們找不到是完美的人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想 死了,人敢看我,人敢說我 在我經歷聖年聖會之後 有些人本來很熟悉我的 那些態度完全改變 是完全改變 以前有些我幫過的教友 當他一聽到我說聖年聖會經歷 馬上走到門口 真的,以前有些人很喜歡我的 他還經常稱讚我 你很有心幫我,幫我的家人 我有什麼人需要你去探望他 後來我說我經歷的時候 他馬上完全拒絕 如果我介意,我都可以很傷心 他會這樣看我 但我說其實是他的軟弱 他不明白聖年聖餐的好處 不明白那個恩典 於是他就會拒絕我 其實都有不同的人 以前我在我們的總會 即是我們侍奉的總會 他們是很歡喜我的 我除了在一間 這個廣告是在外國的 一間教會裡 我當作聖年牧師後拿 我回來香港再一次去的時候 我是開了一個中文工作 一直持續的 當我第三次回去的時候 我是四年充滿的 那時候他們已經拒絕 為什麼拒絕呢 我說就算給我一間幾樣的教堂 我可以興起他 他說不行 你會帶來分裂的 其實我是去經歷這些 但我又覺得不要緊 他拒絕 我就去找其他路 神是為我開路的 我們想人的時候 其實會有壓力的 因為我曾經兩個次離開這個國家 我回去的時候 有些人跟我這樣說 直接面對面跟我說 嚴牧師 如果不是你這樣來回回回 你以前的教會是很大的 又有人說 他說 他不是跟我講 他不是跟我太太講 你看他現在站在街角 那裡派單章 以前他的整間教堂 現在他站在街角 開始新的工作 那些人的說話 可以是很影響的 有些人也說 如果你留在那個地方 你現在已經賣屋了 用這些方法 但我自己的心就說 不要緊 他看重賣屋有一句 他怎麼想我 我不能死的 但當時我聽到 那個心是有點不舒服 但他思想上去 看重賣屋 將來去到天堂 是不緊要的 因為天堂那屋更加美好的 更加美好的 而且今世是得到更大的祝福 而且今世興起更多人 真的我在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興起了不同的人事務實 而我們中間 現在在服侍著那些電影姊妹 我的目標 我也覺得你已經開始了 懂得輔導 為人討告 去分享信息 將來你可以開始新的事工 將來你可以做傳導人 可以給神大大的使用 那這個是傳導人 可以大大的給神使用 每一個都可以的 其實你每一個 你只要放下那些垃圾 不要被人影響 在耶穌裡面輕輕鬆鬆 每天有神的能力 那你處理生命 每天都起床 怎樣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 一起床就說 耶穌愛我 你也有愛開心 感謝耶穌 那真是所有人的問題不要緊 人家的問題不要緊 我的問題是怎樣 不要緊 我有問題 譬如說我有煩惱 那又怎樣 每天想著耶穌 耶穌的愛就會進來裝滿你 一步一步 你的憂愁就會走了 有一天你就告訴別人 我以前都很憂愁 我以前都很煩 很大壓力 現在我鬆了 所以我告訴你 我過程如何去掙扎 怎麼依靠耶穌 掙扎著耶穌 最初都不懂得掙扎著耶穌 最初祈禱都很不專心 但後來越祈禱 越專心 慢慢越來越喜樂 後來又起落 充滿了 那你祈禱的人 還充滿喜樂 祈禱的人病得醫治 當你這樣一路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給神使用 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需要這麼多人的興氣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 射掉別人的說話 人的眼光 不重要 其實人們會這樣看你 人的眼光是否重要 其實不重要 因為他們的眼光 不是合乎神 好了 原因是怎樣 人是罪人 罪人的特色是甚麼 給人壓力 使人不開心 使人不舒服 這就是罪人的特色 所以真的好像四面受敵 四圍的人好像有很多對我們不好的地方 不過是他的問題 我們明白到人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每天學習 但我們又祝福他 這件事很重要 我祝福他 我遙書他 我看書他 其實他受到傷害 但我不需要受他的垃圾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我可以祝福他 其實你想到有一天在受判的時候 其實他很淒涼 他站在神面前 由真是神喜悅的所做 神將他一世人如何傷害人 如何傷害你 全部具具攻勢出來 其實他站在神面前的時候 是很淒涼 當我們想到傷害我們的人 那麼淒涼的時候 你的心就不會覺得那麼大件事 就不會那麼放在心上 所以這個第一就是人 因為其實是我們覺得他 也就是我們 其實就算不好的人 一天會不會罵你一百次 不會的 哪會是經常罵你 他內宗說一句 不過那句說完 我們就很放在心上 如果我們不介意的時候 根本不是那麼受影響 就算他說一百句 如果真的有一個人 他真的年紀很大 他整天都是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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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當他唱歌 你補一句 就當他認真的 可能是自己給自己壓力 第一就是人家給 其實不是人家給 是擔心人家 擔心人家 就是他給我 不過我擔心 我給他影響 然後就是自己給自己壓力 怎樣呢 他說我不厲害 我要比他厲害 這個可能是從小到大 你會發覺 這種情況在男人中 比較常見 有時幾個男人坐著說話 就會一個又說 比如說這個牌子的車很好 另一個就說 不是 那個車更好 就是總之一個說好 另一個就說 不是 是有另一個更加好的 總之我的知識好過你 我比你厲害 我要厲害過你 我要厲害過人 我要厲害給別人看 我要厲害給你看 我不能夠比別人 我要有出頭之日 這樣呢 我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女人 男人說這個男人矮 這些應該是視覺 這些是甚麼特技 就是看他樣子的比例 不是太黑 這個男人 如果經常被人說矮 他就會反彈 我要高給你看 我要厲害給你看 我要好的給你看 總之有些東西 我要厲害過你 他就覺得矮 譬如他真是矮 矮他弄不高 我賺錢賺得多過你 我坐在那裡 我吩咐過高的人 全部高的人在那裡服侍我 他就覺得我厲害過高人 其實這是一種反彈 這些都是對人的批評反彈 其實背後就是缺乏安全感 就是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安全感 我沒有價值 但如果我們的價值是取折 我們夠不夠厲害呢 總有人比我們厲害 還有你厲害 總有個時候的 你多厲害也好 有段時間你會輕黃 但有段時間你也會軟弱 還有到一個年齡 你開始多厲害也好 都變得沒用了 多聰明的人到一個年齡 他所做的生意 或者什麼 他都不能夠保持 好像以前那樣的 所以我們就自己給自己壓力 就是一個是我們覺得人比我們 第二個就是我們自己給自己壓力 還有自己負面的情緒 左邊的圖就是當作心急 即是心急 其實就是說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的要求 於是我們就會很急 很猛 我自己就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又不是猛 我是想快點做多些事情 那我現在的心態是什麼呢 當我洗碗 洗碗我就經常覺得浪費時間 我現在的心態就是 我洗碗就是一個親近神的時間 我就是享受神的時間 我完全不是想過做什麼 就是一路 啊 主啊 我感激你 一路愛神 我經常會這樣鼓勵自己 神現在很開心 這件事很重要 會幫大家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經常讚美神 讚美神 哈利多人讚美主 感謝主 哈利多人讚美主 為什麼還未開心 但是你可以這樣互動 因為聖經講到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多謝耶穌 哇 神就很歡喜了 神就因我們歡欣喜樂 麥而愛我們請 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西方的書 三章十七節 我欣讚美神 神呢 很開心 在一路見眼 見眼就笑了 所以我在洗碗的時候 多謝耶穌 耶穌一路都看著 找得很開心 其實神喜悦就是為人倚靠祂 感激祂、讚美祂 老師 我想知道你怎樣社會有很開心 哈哈哈哈 你是一路過窗口 摘美神 還是你思想上路 哈利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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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洗慢了 神就說你這段時間做得很好 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想我的時間用到盡 我一路讚美神 神就說你已經用到盡 神不是說你一定要快點快點洗完 你最多 譬如說本來是十分鐘洗完 你現在七分鐘洗完 那快了 或者你遲了幾分鐘 那怎麼辦 就做少少事 但是那些時間我一路讚美神 神是歡喜的 這個重點就是我任何時間 神都歡喜 所以我在什麼狀況 我都想著 哈利多人 還有我們幫人也是 有時候有些人都難幫 有些容易幫 但是我的心就是 我幫了神就歡喜 我不用一定要看他的果效 不要緊的 總之我又幫 他又努力 總之他 他努力 神就歡喜他 我去幫他 神就歡喜 他不努力 神都歡喜我幫他的 總之我做了可以做的 但我當然希望人真的會改變 他改變的神 我又更加歡喜 那就是說 我的急就變軌 其實我可以追回 我記得那時候 我做這個軟木 上軟木課程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是很趕時間 即是說在一段 什麼時候要做完 有時候最後要趕時間 那我就發覺 那我就發覺 我在那一趕時間 很危 即是一急著 心很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 急著的時候很危 那我現在就很明白 就是說 其實任何人都頂不住 聖靈充滿都 總之又有壓力 無論什麼 哎呀 那人對我不好 我做得不好 總之別人覺得別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自己做得不好 或者覺得 哎呀 要做好一點 要好一點 任何樣的負面感覺 沒有人能頂得信 即是我發覺 原來什麼都要給耶穌 這樣才會輕盛 即是我要這樣想 我的事奉是神的事奉 總之我就是輕鬆 那神就會容我 就會祝福這麼多人 就不是我做到多少果效 如果我算我做到多少果效 就會 哎呀 糟了 我快點做快點做 就整天都要做多些 哎呀 糟了 那些人少了 哎呀 很醜怪 那就會有壓力了 但如果我就說 我輕輕鬆鬆去做 無論我影響幾個 他又歡喜 我又歡喜 這樣也會影響越來越多人 這樣的時候 總之將自己的思想調教 有任何負面的思想和感覺 都將它取代為 耶穌歡喜的 耶穌喜歡我這樣做的 總之我付出代價 神就歡喜了 我努力 一杯糧水神都會歡喜 大家可否有這種心態 譬如你說 哎呀 因為當初有些人都告訴我 有幽溫的 那又怎麼樣 一起來 耶穌在愛我 即 經常都要兩句 記得 耶穌在愛我 我也在愛耶穌 耶穌就很歡喜 我愛耶穌 耶穌就很歡喜 我愛耶穌 耶穌就很歡喜 那你總會有開心 那你開心一點 你就說 感謝神 我至少進步了1% 進步1% 今天開心一點 感謝耶穌 你也有我 繼續繼續開心 這樣的時候可能 進步不止1% 不過總之 進步1%已經是好 那你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說 欣賞自己了 感謝神 我今天笑了很多次 我今天讚美神很多次 我今天享受神很多次 我深信神在愛我很多次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那天就加憎了很多開心 你加了很多開心 那些不開心就會減少了 你就會日日越來越開心 你的無論什麼情緒病 就會一步步醫好了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很不同的資源 普通人輔導怎樣呢 你想一下前面怎樣 你將來會好些的 你將來會有男朋友的 你將來會有女朋友的 將來會結婚的 將來會有什麼的 將來會有什麼的 將來會好些的 那有什麼想 他們沒有什麼 想一下 你想一下你的家人怎樣好 他們全部都要想 這個世界上好的事情 但我們可以知道 有一個很真的神 可以感受到 可以經歷到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很不同的 所以基督徒的輔導 是很不同的 因為會被人看到神的美好 所以我們心急 那你下一次心急 你就試一下 試一下用這個方法 因為神就是教我 什麼不好的就要處理 所以當我有一些不好的感覺 我立刻就處理 並且整天盡量培養正面的感覺 整天說 真的好了 感謝神 今天看到美星回來 真是好 感謝神 看到Pet回來 真是好 很開心 我看到很多人回來 看到Cat回來 很開心 Cat Pet Pet Pinkie Pinkie 是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感覺 而的而且 聖經是充滿了這些說話 那我為什麼要不是走這條輕省的路呢 而是要走一條重的路呢 走重的路就是被世人的思想影響 另外憂愁 還有很多事情想到的路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就是代表人在路 很多事情 又要想這件事 做那件事 做那件事 這個人 這個工作 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思想煩亂是很辛苦的 我們根本不承擔不妥的 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就專心做 我們做完做下一件事 而不是 總之各樣的負面情緒 可以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好了 接著第三 第一個就是我們覺得人是怎樣 第二就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看法 或禽獲 第三就是傷害存留在潛意識 這裡有小朋友 小朋友被人拿 他的心就覺得 我沒用 我蠢 我不夠人好 我不夠乖 這個大了 上班了 被人罵他 說他不好 這些傷害是會入了潛意識的 當有潛意識就會怎樣 在法夢中出現 或者在其他情況 總之 出來的就會是負面 如果我們發覺我們出來的都是負面 都是不開心的 是需要處理的 那一想負面是怎樣 耶穌會補我 真的 你如果發了惡夢 耶穌會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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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夢中動了 死了死了死了 歪了死了 那一枝刺下來 我的夢不會發佈 很神怪的夢 但是呢 現在可以是平安的 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潛意識 總之有些什麼不開心 你日常生活有什麼不開心 有什麼壓力 有些什麼自己的想法 或者想別人怎樣想你 你就處理 你就說 神是看著我 是很歡喜我的 神是喜歡我的 你心不心信 當你一愛耶穌 耶穌很歡喜 當你信 你就經常這樣做 並且經常說 神很歡喜 這樣慢慢 這個潛意識 就會被好的意識裝滿 越來越平安 越來輕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越來越好 這就是 我們刻意地 讓正面的思想 取代負面的思想 當人 有被人傷害 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反應 上面深色一點 是代表不好的反應 我要賺回別人的歡喜 我要得回別人的歡喜 這是第一種反應 例如說 我對人很厭倦 一個是更加拉住他 另一種就是放手 厭倦 但其實這樣是更加壓力 為什麼更加大壓力 因為我要得到人的歡喜 人未必會歡喜我們 有時候做一件好 另一件事不好 那時候壓力 第二就是對人厭倦 也有壓力 為什麼呢? 沒有人喜歡他 他又不喜歡人 人又不喜歡他 那他就會 經常都覺得自己不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提議的 我一起讀 我靠主不計較人 我嚴恕祝福人 我靠主提升生命 那這幾方面 第一呢 就是我 留意這裏 是我不計較 不是對人厭倦 我不是對人厭倦 我是不會計較他的不好 我不會 不計算人的惡 他有問題 是他的問題 沒有所謂的 我又遙恕祂 因為我看述祂 因為祂是很受苦的 我遙恕祂 我就祝福祂 然後我就靠主提升我的生命 我們愈對人好 我們愈有更多好的朋友 就可以建立到我們的自信 製造壓力的原因 我總括先說 第一就是擔心人的眼光 擔心人怎麼看我 第二就是自己加壓力 第三就是傷害存留在喘意識 然後呢 第四就是負面的處理方法 就是說呢 我們用一個不好的處理方法 就是負面的感覺 在裡面存留 我們負面的處理方法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持續有壓力 你知道的時候呢 問題就是 你知道你怎麼處理 我們看回這幾樣 擔心人的眼光 其實這幅圖呢 你可以拍到它 你記住幾樣 我有擔心哪個眼光呢 我怎麼可以在心裡說 不重要 他怎麼看我 不重要 我不死得的 他不能夠真是 阻礙神的恩典 我是無福的 我不用計較他 現在他也是經常這樣看人 其實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因為很多人的心態都是 必我 我要高過你 我要踩低你 如果有好的朋友一起相處 就好 如果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看小其他人 笑其他人 現在就算幾個人好也好 周時都有人說 以前好 忽然間那件事發生又不好 因為他完全是一種利用的關係 不是真的出於愛的 所以當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說不要緊 因為人都是罪人 不過其實他們很可憐 他們需要神的一臉 由我們自己加征的壓力 我們就說 我們自己把我們有的任何壓力都減少 就要侍奉 我不用追求完美 總之一不夠好 求主卸臉 求主幫我改善 當我做得好 立即讚自己 感謝神 就算做得不夠好 我也都感謝神 總之有做 神就欣賞我了 這樣的時候 就會自己不要加自己壓力 自己不要加自己的壓力 要做得更快 經常都要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但不要有壓力做好 譬如我聽過有些人說 彈琴 敬拜 敬拜 敬拜完 他說一句什麼 哎呀 今天彈錯一個音 可能都沒有人知道 不過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知道 哎呀 很肉酸 那個音很肉酸 但根本沒有人知道 其實這是他自己的壓力 我也聽過不少人的說 哎呀 彈錯音 哎呀 唱凸了音 但其實可能沒有什麼人留意到 留意到是怎樣 又不能死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自己要求 我們要做得更好 為什麼要要求自己更好呢 不要衰給人看 人家說我沒有女朋友 沒有男朋友 我就要有女朋友 男朋友給你看 這個呢 這個心態就是 我要厲害給你看 就是他自己的壓力 我要厲害給你看 這樣的時候 不夠厲害的時候 就有壓力 就算厲害的時候又怎樣 人家又不欣賞 就覺得好像沒事了 很多人其實 買很貴的錶 很想人家看到 誰知道人家看不到 人家又沒有留意 其實有誰會看 咦 看了什麼手錶呢 其實真的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手錶生意 還有那麼多人買 這麼貴 這麼貴 貴到離譜的手錶 我真的都不會明白 其實就是為了人 怎麼看的 很多人穿名牌的衣服 其實是名牌的衣服 和不是名牌的衣服 穿上來其實是一樣的感覺 那只是牌子不同 那質地有什麼不同呢 可能有百分之幾的不同 可能設計有些不同 不過設計好些又怎樣呢 穿上來好些 是不是真的 漂亮了很多出來 又不是 但是付出的那個代價 是怎樣呢 可能是 分別是 一百元二百元 以及幾千元 我不是反對人家買貴的 不過 如果你買貴的 是為了人家看到 有時候 人家未必看到 這是人的一種 期望 可以造成一種壓力 而且裡面也有傷害 以往有人罵過你 傷害過你 那你就去回那個情景 我自己也去回那個情景 我去回那個情景 我又怎樣呢 我去回那個情景 我就會想那個人 其實他都受到那個傷害 我那時候 我曾經上過一堂 是講到釋放醫治的 我們就分小組 老師就叫我們 你試一下一個人出來 你說你的情景 然後大家試一下幫他祈禱 那幾個坐在那裡 我說 我試吧 那我告訴你那個情景是怎樣 我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 我有一次 我早上 我們早上都是吃飯 我吃飯的時候 那飯口一聲斷了 我很害怕 回學一直害怕 放學回來 又是很害怕 很害怕 回到越南 走樓梯走到一半 站在那裡 不敢回去 我就把這個情景說出來 他們就跟我祈禱 總之我就感受到 耶穌跟我講 不要緊 將來你會祝福很多人 你會幫很多人 你當時的害怕 很重要 我知道 我會釋放你 我會醫治你的 也就是說 耶穌在那裡 會對我們說什麼 我亦都可以對我自己 當時說 你將來 你會幫很多人 你會祝福很多人 你會成為一個 訓練很多人 侍奉神的人 我跟自己說 並且 一方面就是我自己 告訴自己 你很寶貴 實在是很體重 你 另一方面就是 我看褻我的家人 雖然他給我的印象 就是會罵 會打 所以我心裡很害怕 但其實他是很可憐 我越祈禱 我就開始喜歡他們 即更加看褻 還有跟著喜歡 喜歡的時候 我一想回 我是不是想到苦毒 我是想回 是想回 我有機會可以做任何人 身上是好的 我有什麼做得 我覺得是好的 並且 我就決意不受任何人的傷害 我發覺 當我這樣一次一次處理 那時候處理一些 後來我有時候 再去那個情境 其實那時候 你留意 去那個情境 你就處理 例如想回 你在公司被人罵 被人說 你想回那個情境 而想回審判的時候 審判的時候 他會怎樣 哎呀 然後我說這些說話 他會這樣 那你說 其實他很可憐 他比我更可憐 其實 如果我在那時候 我真的學會依靠神 神就說 那時候你被人罵 但是你呢 感謝耶穌 耶穌保證我 不要緊的 那些人不會傷害到我 我不用放在心上 耶穌就說 哇 你真是抵讚 你真是乖 你真是做得好 好了 那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 任何的方法 幫自己 將以往的傷害拿走 任何你想回以往的傷害 可以拿走這些傷害 前意識 還有負面的思想方式 如果我們 處理方式 我們是太猛的 太急的 做事要好匆忙的 要一個人的 要怎樣處理法的 我們就處理了 求主幫助我 每天都輕鬆一些 那我自己真是決然 去洗手間 又說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去洗澡又是 洗澡又是 何時都是開心的 我和太太神 永遠都是稱讚他 令他開心 我們一起都是 我又會時時的 多謝耶穌 我們開車 我們去行山 感謝耶穌 耶穌真的好 多謝耶穌真的好 都不得了 即時時的這種狀態 我們就會越來越多 開心體裡面 因為神的同罪 是帶來祝福的 那這四方面 希望大家去留意 如果我們給耶穌 出去壓力 壓力就會全流 不處理 他是不會自動走的 一起說 壓力不會自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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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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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太難的 只是 因為耶穌的壓力是容易的 因為耶穌是容易的 因為耶穌是容易的 淡只是輕散的 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們就找個處理方法 其實 你就算未找到完美的方法 也不要緊的 一個簡單方法 比如說 親子太鬆一點 哈 鬆一點 這個方法也好一點 為甚麼呢 幫你不去想 但不好的方法是甚麼 呃 我會很壞 呃 這個方法是不好的 那你就知道不好 那你就不用那個方法 哎呀我沒有用 哎呀哎呀哎呀 這個方法是不好的 那我就不用這個方法 而是說 多謝耶穌 這句很適合的 耶穌現在很歡迎我 我依靠他 我現在拿著耶穌 拿著耶穌 耶穌很開心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就算 不是把所有負面拿走 我拿走那麼多 進步1% 感謝神 我進步1% 我今天嘗試 我明天繼續嘗試 嘗試 嘗試 就繼續進步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 是否很難很難 難若登天呢 耶穌現在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幫我 是否難若登天呢 我希望大家去思想 我希望大家去思想 是否真的這麼難呢 好了 我們現在看一些經文 如何放下人的影響 詩篇118篇第六節 很醜怪 我又醜給別人看 這是一個意念 你覺得醜給別人看 你介意就醜了 但你不介意 你說 不要緊 醜就醜 又不可以死 很多人都很醜 很多人都很醜 但他們在街邊坐著 那些更慘 他們都沒有整理好生命 他們都是這樣生存 他們都可以做那些黑衣皇帝 那些很開心 都可以 其實什麼人都可以做一個開心人 只要他找到那個方法就可以 所以我 人說什麼有什麼所謂 你覺得人說話是否有絕對的權命 不是 好了 下一句 耶利米書17章5節 耶華如子說 以靠人血肉的狂鼻 心中離棄耶華的 那人有和你 即是如果我們靠人寬理我 人寬理我 人寬理我便會開心 神仍喜歡我 當然 你因為人而寬理沒有問題 不過你要拔著人 人寬理我便會開心 我看那些明星的結症 差不多每個都說有憂鬱症 就是很多個法信主 為什麼他會有憂鬱症 因為他曾經有幾多人 我上網看 因為我看到鄭聖文的見證 我上網看 看看他那裡 我被他上網 Facebook 在那裡 很傻地想 不知道可不可以和他溝通一下 去關心他 我上網看 他在那裡 有七十萬人讚好他 七十萬人 如果七十萬人 我再加一個讚好他都看不到 但是鄭聖文曾經是有憂鬱症的 可能怎樣 以前那麼多人捧我 那麼多人喜歡我 現在不行了 現在沒有那麼多人喜歡我 他就是要押你 因為他們很重要就是我要保持這個形象 怎樣成功形象 那麼多人追我 那麼多人喜歡我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時候他就有壓力 很多個都在這種壓力之下 他們都是依靠耶穌而放鬆 所以我們一靠人 我們就會 就是說人對我好 我才開心 其實可能沒有這個 就是在教會裡面 我們可以有人管理我們 在世界上 可能有一兩個 但是未必有很多個 如果我們想追求到 我們公司的人都喜歡我們 可能很難很難有這個日子 我們都不用依靠人 得到的歡喜 從神得幫助和喜樂 一起讀詩編三十七編五節 當將你的事交陀耶華 並依靠他 都必成全 他會幫我們的事 幫我們的前面的路 神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將他交託 我就依靠他 他就會成全 我不用擔心 譬如我們是侍奉的 我將這件事交託給神 我依靠神 神會提升我們 譬如你中間有些有憂鬱的 有不開心的 有病的 神是我這件事交託給你 求你醫治我 每天都說耶穌在愛我 祝福我 看著我 這樣你的人就一路一路提升 神一定成全 神的大能一定會幫到我們 尼希米記八章十節 一起讀 你們不要憂神 因靠耶華而得的喜樂 是你們的力量 這句說話 在英文裡有首歌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靠耶華而得的喜樂 是我們的力量 神那裡來的喜樂 是給我們有力量的 那怎樣有這個喜樂呢 就是幾樣 就是不住我們人 對我們的傷害 不用介意人 不用計較人 你都自己呢 不用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輕輕鬆鬆 我做什麼為耶穌做 我什麼都依靠神 神就歡喜了 經常都說 我這樣做 神就歡喜了 即是經常告訴自己 我現在依靠神 神很開心的 這樣 這樣人就會開心 即是有互動的討告 這個是我經常做 我一起來的時候 耶穌就歡喜了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那些人就輕鬆 我希望你跟了我這麼久 學到這件事 這個是最 真的在我教導之中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即是你每天都這樣做 你每天都這樣做 然後你發過果效 麻煩你告訴我 和分享 回來告訴我們 你回去這樣清醒神 然後怎樣開心 分享鼓勵 因為有些人總是好像出不來 其實出不來 為什麼呢 有時候就是我們不知覺 不知覺我有這些問題 第二 覺得不會改變 還有一些改變 又沒有讚自己 譬如說 去回教會 讚美神 開心了 又沒有讚自己 又沒有稱讚 我現在讚美神 開心了 又沒有記住 好了 到了上班又不開心 就是沒有 趁那個力量來到的時候 就欣賞和珍惜 使用我 神祝福我 當我們經常這樣珍惜 我們遲 生命就會一步一步提升 靠耶華以後的喜樂 而習慣每天都說 神愛著我 神祝福著我 我們都要建立能力 即是說 我們一方面不被人影響 我們不加自己壓力 我們處理個案的傷害 和我們處理的方法 和情緒 都是正面的 但是呢 同時我們都要 建立我們的能力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不被人影響 真心關心人 建立溝通的能力 專心做事 追求卓越 不為自己 為榮耀神 專心學習 觀察和分辨情況 靠神智慧處理 這些是一些例子 就是第一 學習不被人影響 如果被人影響 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不受人影響 不要緊 他講了什麼 不能死 結果怎樣 不要緊 交在神的手中 將來怎樣有他 然後真心關心人 就算他不好 我們都關心他 為他祈禱 那些在你周圍的人 傷害你的 你就為他祈禱 祝福他們 並且幫我處理 讓我不要受他的影響 幫我處理 又真的在行動上關心他們 起碼笑一笑 招呼一下他們 建立關係 其實這個行動 是一個勇敢的行動 當一個人有信心 會和別人招呼 會和別人微笑 人家就有一個正面的感覺 但如果人家看到人 縮在一面 又經常不開心 經常播放在桌上 如果人家覺得這個人 好像失敗者 就會自然會踩他 人是很有趣的 好像動物一樣 動物有哪些受傷 就會咬死他 或者趕走他 人看到殘的 這是人的罪性 殘的就會踩他多些 但當你有一種士氣 有喜樂有平坷 人家就會看起你 所以這個建立我們的能力 真心關心人 是得性的 我關心他 我是得性過他的 我是超越他的 因為我是關心他的 跟著就是建立溝通的能力 怎樣能夠有什麼事 能夠說出來 而不用發脾氣 又不用口震震 平平安安 輕輕鬆鬆地說出來 我們有件事可以怎樣處理呢 需要說才說 不需要說是不用說的 然後專心做事 這個專心能力 都是一種追求卓越 就是說能夠祈禱專心 那你的思想能夠專心 讀聖經專心 你能夠看事專心 說話專心 你能夠做事專心 那你就能夠長越了 其實很多事都需要是專心的 譬如我彈琴是用了很多時間 我感謝神 以前那時夢的時候 比較輕鬆一些 雖然我有很多聚會 不過聚會的預備時間 不是很多 不需要很多 那我中間空檔 有時候幾個小時 我就在教堂那裡彈琴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其實是進步一個程度 但是其實最後的進步 不是那裡 是回來香港之後的 就是有一次彈琴的時候 其實有不同的次數 可以這樣彈 彈 好一點 那我是很專注去做的 那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祈禱專注 你做什麼都可以專注 你就可以進步 那有些人說 哎呀我不行不行 那不要緊 本來你的專注力這麼少 你現在多一點 那麼多進步了些少 你就好 那你就讚自己了 那就是神 我就進步了 就是這樣呢 我們就整個正面裡面 追求卓越做得更好 不畏自己是唯有榮耀神 不是唯有我厲害給別人看 我是榮耀神給別人看得神多好的 還有呢 也都學習 專心學習 你專心學習 就能夠進步了 你能夠能力提升了 那由你的生活的環境 或者工作的環境 你家庭的環境 或者你事務的環境 我們去觀察 觀察人 然後分辨的情況 到底是什麼 到底人是怎樣對我呢 那當那些人明明是不喜歡我們呢 因為我們的策略會不同的 那些人對我們接立的策略不同 當人是不喜歡我的仇 我會一樣是祝福他關心他 不過我不會信賴他 就是我不會將 有些的內心的分享說給他聽 說了給他聽 就是拿給他踩的 我不需要做一些事情是 引致他有攻擊的地方 但是我會做好我自己 我是祝福他關心他 但是我不會信任他 但是我和你們我會信任 因為我只要你們可靠 我會信任你們 就是我和可信任和不信任的人 的相處是不同的 那我分辨到的情況 我分辨到也都分辨到 每一個人的不同的情況 那我和你的相交也都會有不同的 好了 接著就靠神智慧處理 無論什麼人什麼問題 有些什麼問題發生 我們這裏都有些問題 有些問題人們 我們都會處理的 但是我們靠神的智慧 不是用怒氣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有能力 任何的事都能夠處理到 就是什麼都不害怕 譬如我自己以前 我開始彈琴的時候 我只是用這些作為一個形容 開始彈琴的時候 是怎樣呢 是因為我小時候吹口琴 我小時候吹口琴 其實這些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我看到我爸爸吹口琴 我說你可不可以教我吹 那他就教我吹 那我教我吹 那我教我吹 不吹口琴 我就打壁球了 但是這個音樂感始終在裏面 那到後來我負責團契 又沒有人彈琴 那有一個教友告訴我 他說有一個琴 你買了 右手可以彈一個音 左手彈一個音 可以彈出一個和言 那我就用那個方法 彈走去那個店裡看看 彈到了 於是我就買了琴回來 那我就立刻用了 就是這樣開始用琴的 但是後來一直 我回到香港就找人 你不是人家教你的 你聽我說了 那我回來香港 我就找了一個叫做青山 他就教我彈一些和言 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後來後來的教堂的教友 這個教友呢 他是教琴的 那我就請他教我 那我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快要離開香港了 我給你一個職責 就是我想你幫我 就是你要幫到我的手指是做得對的 我主要彈的手指是對的 那他真的每一節很留心看我的 看著我的手指 你怎麼動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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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 我一直這樣 上課 我上了七個月 之前 吳青山可能上了 不知道 可能三個月 這樣 這個呢 就上了七個月 那他呢 就教了我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就 有找過月石安 還有呢 我在 外國的時候 有那個彈琴的腦 就是我們彈琴的腦 那些真的很厲害 那些是CD的質素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只是觀察他 我叫他教我一次 是受不了 因為他太複雜了 他彈的方法太複雜 太過多元化 但是呢 我在他們那裏 就拿到一些的感覺 就是他那個彈琴 我根本要用很多時間去練 但我沒有什麼時間去練 但是葉石安那些 我跟得最多 我看著那個影子 跟著那個彈 跟著那個彈 然後後來呢 我就一直提升 就是在 當我練習 為王全到來香港的時候 我就練習 我在那時候 也是很大的提升 就是說 我是會 靠神 去衝破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什麼困難都好 靠神可以衝破 譬如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當時參加 有一些復興聚會 後來就有人請我去 一起去宣教 在宣教的時候 在一個聚會 我就忽然想 不如我試試 好像那個 復興聚會的那個人 怎樣帶那些人 投入愛耶穌 那我就開聲 你一起投入愛耶穌 這樣耶穌 有很多人 他們在那裡做 真的跟著 他們很大的聖年充滿 在裡面也有人經歷喜樂 這是我初期的時候 經歷聖年之後 我就去靠耶穌去突破 我都希望大家是這樣 即是你做什麼呢 很重要 有信心 耶穌一定幫我 神會給我聰明智慧 幾困難都好 我都可以去幫助 譬如我以前去宣教 我主要是做什麼呢 大力聚會 幫助他經歷勝利 訓練他以後 如何用 但後來我就覺得 如果牧師不用 其實他學完也沒什麼用 所以我開始目標向全道人 但全道人 有些人不太聽我說的 但我留意 有些全道人肯聽我說的 我一直提升的時候 有些全道人是很好的回應 這就是我一直在宣教時候 目標是轉向全道人 和願意侍奉的人 有信心 並且又興起其他人 一起侍奉 這也是觀察的情況 有些什麼可以進步 又放心去做 其實我在整個過程 無論我信主的過程 我在我的教會 有些什麼幫助呢 就是上了信仰班 洗禮班 我又上了主一行 但是從來沒有人跟我說 你愛住多點 你多點祈禱 你多點祈禱 你看聖經 你侍奉神 是沒有人跟我說的 雖然我跟他們說 我有這個心侍奉 但是在我的教會 我自己信主的教會 是沒有人跟我說這件事的 但是我自己 就有這個心去做 就是說 譬如我經歷聖靈 沒有一個人跟我說 就算我參加奉天聚會 那些牧師很熟悉我 但是他沒有跟我說 你可以怎麼用 他沒有跟我說過 他不是像我一樣 我看到有人說 你可以這樣用 他又沒有跟我說 但是我會觀察 我看到他怎麼做 我跟著回來做 我又試做 那時候我有一年多 就是有幾個人一起 一起這樣祈禱 我們試試不同的方法 祈禱 令到怎樣祈禱的方法 更加有效 那這個呢 就是神給我這種主動學習的心 就是由什麼來呢 我相信神會使用我們 神會給我們能力 只要我依靠耶穌 和我專心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神會提升我們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我們不用有人去賞識我們 我們不用有人提升我們 但是有人提升你是最好的 你自己有這個動力的時候 你就會提升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處理情緒 其實我也一樣是處理情緒 我以前都是被人壓 壓到怎樣呢 我在第一個教會示範的時候 當我神學院畢業 一個童工很多時候都說負面的話 並且她是對我太太說的 那我就每天 就是每個禮拜回來 就聽到我太太說給我聽她說什麼 那很大的壓力 壓到呢 那時候我就開始做什麼呢 我一樣是堅信神是祝福的 我始終我還記得那時候我有個習慣 我還未先來衝聞 但我衝聞就經常 神啊開恩可憐我 Lord have mercy upon me 就是經常都會這樣說 神啊開恩可憐幫我吧幫我吧 就是那時候我長時間呼求神 並且我那時候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用詩篇來唱 我的心平安安靜 我將脫過你的愛子 那時候我這詩篇都是那時候我開始唱的 我唱一唱我覺得很平安 很輕鬆 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處理 讓我脫離了那時候的壓抑 那時候我記得我回來香港實人 因為有人告訴我 總之有一個免費回來 你幫他 就是那個公司 有一個公司你可以幫他做一些服務 那你就可以免費回來 那我就說不如這樣回來 那時候有個牧師跟我說 我還記得我坐在地鐵 很開心 很輕鬆 我還回來見到這個維多利亞港 很開心 終於回到香港 那我就 但是我想到十天之後我要回去 我立刻的心就很重 那時候我是這樣的心情 但是我堅決我不要留在這種狀況 尤其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就堅決我一定不要留在這個狀況 堅決任何時間有任何負面的一定要處理 我不能夠用這些垃圾在我裏面破壞我生命 因為它真的會破壞 它會不停地破壞 我們不理它 它會不停地破壞 當你堅決的時候 靠耶穌一定可以盛莫的 那你就是一步一步 你進步一點點都不要緊 你喜歡那天 讚美耶穌 感謝耶穌 有人罵你 讚美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一定幫我 就不要想他的事 垃圾不要吃 不用介意他怎樣想 他怎樣想 我不會死的 就是這樣我們個個都可以得勝 鼓勵自己 進步1% 就感謝神 讚賞自己 這條路好像 中文有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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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圓 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你不向前就退 但總之你進步1% 你就欣賞自己 欣賞自己 讚美神 還有永遠用正面的思維 從神有盼望 羅外宣發周三十二字一起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這條 豈不有把賣物 何他一同白白的子給我們嗎 即是神都將個兒子給我們 祂會賣物給我們 所以神經常說 神一定給我的 神一定給我的 神一定幫我的 神一定提升我的 神體重我的 即是祂一定會給我們的 就不要讓那些思想 哎呀我沒用的 哎呀我做不到的 哎呀我不行的 我沒力的 即是不要讓這些思想 留在裡面 一發覺有些思想 立即要清理 立即說 取代它 神一定幫我 神一定幫我 其實這個經文 大家可以記了 再多一次 神記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了 豈不二百萬物 何他一同白白的子給我們嗎 你可以記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 八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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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東西記得 總之神是永遠正面的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啦我沒有什麼祈禱 神不喜歡 沒有什麼祈禱 就立即祈禱了 祈禱祈禱了 神很開心 哇你開始祈禱了 祈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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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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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很開心 用這個方法 保禮自己 就不是說 哎呀我又沒有祈禱 我又沒有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這樣就有壓力了 希望求助幫助我們大家 進入這個更高層次的生命 我們先去那四樣東西 就是你留意到自己擔心人的眼光 這件事一定要拿走 怎樣去不給人影響 我看神的眼光 不是看人的眼光 我自己不要加自己壓力 不要自己一直說 哎呀死了 沒有人喜歡我 沒有人做得不好 我要厲害給別人看 我要壞給別人看 什麼都是自己加給自己的革命 當我們要求一些東西 譬如說 有些人想成名 有些人想有錢 有些人想結婚 有些人想生兒子 總之覺得 有這些東西就會成功 但其實這些東西 有就有 沒有就算了 你強求是辛苦的 你有的東西已經很開心了 有衣有食就可以開心 你強求的時候 你得不到 你就反而辛苦的 所以自己不需要加自己壓力 而自己裏面的傷害 是可以一步一步醫治 一步一步醫治 告訴自己 不要緊的 其實那些人更慘 我可以看出他 嚴恕他 祝福他 還有我們負面的處理方法 我們處理 讓我處理我的情緒 這樣我們整個人就會輕鬆了 我們大家一起 在神面前 黑個眼 求主耶穌臨到我們身上 求主耶穌跟我們一起 求主耶穌加力量給我們 求主耶穌提升我們 大家坐在這裏 以靠耶穌 多方便 為主耶穌 為主耶穌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主耶稣 因为祢永远提醒我们 有耶稣真 在这一刻你试试将那些负面的感觉放下 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你就说神简选世上如绝的 叫有智慧的手癖 神简选世上软弱的 叫强壮的心 神在我生命中计划是好的 是我的担心令到我自己失去了神美好的计划 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不用背着自己的责任 有时我觉得我要做多些做多些 反而我心急呢 更加做不到 更加会有压力 但是神啊帮忙 不要心急 我不用负责我的生命 我只是负责 信靠亲近遵从神 结果是怎样 在神的手中 在神的手中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甘愿有愿意自我 但你对耶稣说 我的心有些很重的地方 你以致我 我以致我 安慰我 安慰我 耶稣 爱我 一路想着耶稣换给我们 一路想着耶稣换给我们 耶稣定义去意识给我们 我 主耶稣 主耶稣 以致我 以致我 主耶稣 这一阵我们有一些执着位 你又把那些执着位放下 我们执着什么 我们执着什么 在心中 总是想说 我得着我就会开心了 有时这种时候是一种压力不弱 反而 令到我们不开心 主耶稣帮助 主耶稣帮助 帮助 帮助 主耶稣帮助 并且所给我的 是超过我所想 所求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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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耶稣 多谢它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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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靠着耶稣 就是有盼望 多谢耶稣 祈祷奉祝耶稣 圣灵阿们 我想问大家 在这一阵里会不会觉得 放下了一点 松了一点 有没有 有几个松了一点 感谢耶稣 有没有人想分享 你如何松发 可不可以分享几句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不再执着 不再执着 只要我去看耶稣就可以了 只要耶稣说 感谢耶稣 我已经将咪 在这 还有谁想分享 Kat就是想说些东西的 我看到你 在移动 所以我认为 股师被弹人的肩膀很重 然后被弹人好像轻弱 所以 和我认为 也认为 也认为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Grace 是吗 不知为何 不知为何 也很喜乐平安 不认为 那你就成性追击了 神 叫我继续喜乐平安 多谢耶稣 有点准备 赞自己 赞自己 赞你旁边一个 你有进步 有点兴趣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